请问来自于哪里 上海 怎么称呼你 我叫李泽仙 从事什么职业 外科医生 多大了年龄 36 经常上手术台 对的 因为经常上手术台 所以有灵感来这个节目 是的 很奇怪的一个节目 让我们拭目以待 开始 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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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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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 你的职业是外科医生吧 不好意思 我刚才为了这个节目的完整性 神秘感 所以说是外科医生 其实我是一名昆曲演员 昆曲演员 对的 我是演孙悟空的 我从小就一直学习 研究孙悟空这个人物 就你这个节目跟昆曲有关系吗 那你这样的表演算不算你的一个梦想呢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 用不同的表演形式 让世界人们看到中国的传统艺术 好 大姐 是还是不 祝贺你 是 谢谢大姐 小松 我觉得我要给 是 就让我觉得一直能目转睛 中间还吓我一跳 确实吓我一跳 我觉得对任何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给他 yes 中奸你成功了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 用不同的表演形式 让世界人们看到 中国的传统艺术 那这个节目可以弄得更美 更坏 他这个其实还太实诚了 就他可以画开来 做一个很大的节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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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じ 感谢观看